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数据分析师中最会运动的健身达人杰明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是Arena位于硅谷 但我从事的工作呢 其实跟硅谷的科技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硕士毕业以后呢 是在大学里面当老师 后来呢自己创业带了个小团队 做留学申请咨询 同时目前也是某私立大学的特邀课座写作讲师 另外呢我也是一枚野生的视频博主 内容都是和留学生在美国求学就业方面相关的 所以呢我就经常会碰到一些同学啊 和家长他们来咨询说 关于选什么专业选什么行业 会更加有发展前景 或者是说有想在美国工作打算的小伙伴 他们经常会来问说 如果我想转行的话 哪一类的行业会有更好的前途 这样的一些问题 在众多的咨询当中 我发现其实有很多人真的是超级超级多 他们都提到了同样的一个行业 那就是数据分析 这个原因自然不言而喻了 对吧 大数据当道的时代嘛 越来越多的行业 他们都需要数据的辅助 从而呢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 这就让数据科学家 数据分析师这类岗位 变得非常的热门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 就是想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 无论你现在是什么专业背景 或者是说已经在什么行业工作了 只要你已经开始动了转行的心思 或者说也想冲进这个数据分析 这类岗位的一个浪潮中啊 那么你必须要提前知道的一些信息 包括到底这一行是否真的适合你 进入这一行需要哪些技能和准备 或者说从目前的insiders 就是在职人员的口中 根据他们的描述 这样的工作是否是你想要的 是否能够达到你的预期 如果大家在整个活动过程中 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也可以随时发到我们的chat里面 就是在最后的我们会有个Q&A环节 嘉宾们呢会集中帮大家解答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啊 首先我想先问一下露露 就是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说 你目前在哪里工作 之前又是做什么的吗 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可以就能听得见吗 可以可以 对我现在是在亚马逊做那个business intelligence engineer 数据相关的工作 然后背景呢就是我之前在UC Irvine读的本科 然后那个本科专业是不一样的 它是那个工商管理 然后学的是会计与金融 然后之后毕业了我就觉得不太有意思 然后想转一下data 然后就去学了一些data相关的课程 然后研究生就是在纽约读的那个数据管理 然后数据分析 然后是master自然而然就转专业成功了 然后实习啊 然后之前的一个全职也是做数据相关的工作 然后现在跳槽来亚马逊大概一年多了吧 嗯 那你之前就是因为我我听我听下来就是你本科到研究生 这里有一个呃转转换转变的过程 那你是在什么契机下说我要决定去转行做数据 然后什么契机下说我研究生要申请这个呃数据分析分析方面的硕士 呃就是没有一个exact moment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东西不是特别喜欢 或者说你十年以后不太想一直这么做下去 然后我觉得你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去呃你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 然后就去尝试一些新的自己觉得感兴趣的东西 尝试了才知道喜不喜欢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上了一些网课 然后去了解学习一些语言sequel什么的 然后就慢慢的去对就对这方面挺感兴趣的 嗯了解那你觉得你自己因为你是属于转行成功的例子吗 那你觉得对于自己这个转行成功 你觉得最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最关键的准备对你来说是什么呢 嗯我觉得呃对我觉得最重要的 呃sorry再再说一遍问题 就是说呃你对于自己转行成功你觉得你的经历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 或者最关键的准备因为你做了这个所以让你成功的转行成功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呃尽快开始就不管是现在是在上班还是说在上课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呃你觉得这方面挺感兴趣你就可以开始去学习去了解 然后做了以后你才慢慢的去知道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嗯就其实很多人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就可能 只知道自己不喜欢现在做的事情但是不知道自己可以转向哪里 这个时候你就是让他们get ready now对吧就现在可以赶紧去开始这样子 ok了解了解好那那杰明呢呃杰明你你你能简单说说你目前在哪里工作 然后你之前呃又是在做什么的 好的大家好我是杰明英文叫杰明我现在是在谷歌做product analyst 已经在谷歌工作六年半了中间有做过data scientist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t现在是product analyst 但是在谷歌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做过BA相关的工作 我是学同工程的本科是在天津大学读的啊工程管理是管理学院 然后研究生直接从本科毕业到美国读研究生在斯坦福大学读的是 civil engineering 然后啊focus的是construction management 在中间我做过两段实习 但这两段实习全部都是civil engineering的实习 然后做的时候觉得自己不是很喜欢 然后就果断的学了一些cs和statistics的课程 然后找了一个nonpaid的data science internship 在这之后就果断的改令跟简历投简历找data science的工作 然后就找到了google的合同工 然后辗转转正 然后到现在已经做data science相关的工作做了快七年了 现在是非常的喜欢觉得自己找准了方向 挺好挺好 那你听下来你跟露露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他本科之后就发现自己可能更喜欢分析 而你是本科是工程管理对吧 然后你硕士还是继续读的工程 所以这当中你其实还没有就是那种火花 数据的火花是吗 那你是在什么契机下呢 就是觉得自己要转行 还是说就是从你那个合同工开那个nonpaid的那个DS的实习开始 还是怎么样 这个一个short answer就是当时在C1 engineering快毕业的时候找不到工作 而且我是一个F1的留学生 如果找不到工作的话就没有工作签证 然后可能就马上就需要回到国内再找工作 我当时还是很想留在美国工作的 所以当时是为了找工作迫不得已 觉得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工作 然后当时的这个办法就是看一看我喜欢其他的什么工作 又喜欢又好找工作的专业 那就是数据科学 所以说其实也有点实际考虑的因素在里面 确实会相对好一些对吧 就跟相比其他的行业 尤其是留学生在美国 对 就这样好很多 那你觉得自己转行成功 你其实因为谷歌大厂嘛 跟刚才亚马一样都是大厂 其实让很多人是很羡慕的怎么说工作机会 所以那你觉得自己转行成功的最大的一个准备或者因素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找准目标 然后果断地执行 当时因为我是在实践中找到的目标 因为我既做过图目工程的实习 然后又做过 Data Science 一个难配的internship 所以我非常知道 也想做的绝对不是图目工程 所以我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 我就看到end result 在最后我一定要找到一个Data Science的工作 然后果断执行 就是改林坑简历啊 然后学一些课程啊 然后一步一步的拿到这个offer 嗯 了解了解 所以就是看来两位嘉宾 大家的转行过程 其实还是有一些跌宕起步的 也能看出你们为此做了不少的努力 实习啊项目啊 project什么的 所以想问一下你们当初 决定做转行的 就是转行的时候 是否有过犹豫呢 是否能分享一下 就是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 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经历啊 或者当时崩溃的 什么整个心路是怎么来的 怎么样子的 可以给正在现在十字路口徘徊的 想转行的大家 有什么可以需要思考的呢 嗯 你们可以谁ready了 可以都分享 开始分享 反正就是对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 我是没有犹豫过的 因为我觉得我跟Jasmine很像 就是呃 在实践过程当中 可以发发现自己到底喜不喜欢 然后就是做了的都是一段经历嘛 都是能帮助你以后的 做更更好的选择 所以就没有犹豫 没有什么后悔之二言 嗯 所以 所以你的就是怎么说呢 呃 呃 因为你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愿意自己不断尝试新的事物的人 所以说你觉得这个正好是能找到你自己的click的一个点 所以 所以你是也不后悔 然后也觉得一切都还不错 是吧 嗯 好 那那Jasmine你呢 你有没有就是 当时的犹豫啊 或者是纠结 或者是有什么心路历程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有的 其实呃 当时我的犹豫主要是转CS呢 还是转Data Science Business 但是对于转专业这个事情我是一点都没有犹豫的 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特别的呃 焦急 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 但是我的同学大厂的offer都有了 啊当然同学说土木工程了 然后我每天在找工作 然后都是石沉大海 有一天我就换了一下关键词来搜索 so architecture 那就是建筑的意思嘛 因为土木和建筑其实是很相关的 然后结果出来的全都是computer architecture 当时我就非常生气 都so architecture 出来的还是CS的工作 那么这顺便我一定要转行了 嗯 然后在转行的过程中 我其实有学CS 也有学Data Science 但是我觉得CS还是对我来说太technical了 而且我也不是很愿意做 每天坐在电脑前面编程 然后debug 很多都是individual的work 但到最后 现在看到其实做BA 也有很多这类的工作 但是当时想的就是 这类的工作太枯燥了 我要学一些更有意思一点的 就是学BA 然后也其实也稍微简单一点 所以在CS和BA中间 我最后选择了BA 嗯 其实还是有点小插曲在里面的 对吧 OK了解了解 好谢谢嘉宾 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投简历的过程中 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然后就是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就如果说被拒了或者失败了 我觉得这都是一种learning opportunity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放正心态 其实啊就没有什么 然后就keep going 然后就是投简历 就刚开始转专业 第一次投数据相关的专业的时候 是很很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的approach 就是把这个方能扩大一点 就是投的越多越好 然后当时投了特别多简历 然后才找到的 嗯能问一下 露露当时投了大概多少简历 然后大概这个整个时长战斗时长 有多长呢 嗯因为我当时就是读研究生 然后一定要在summer之前找到实习 然后我就那个timeline是比较紧的 大概就是三四个月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用了一个excel sheet 然后把它记下来 把每个投的岗位工作和link都记下来 然后大概投一两百分吧 很疯狂 然后对就是找工作 其实挺不容易的 嗯所以当时也是大家心态不能崩对吧 而且你看就是你们那么好的 就是研究生毕业的 其实找工作也挺难的 也有经历过一些非常挫折的一些 一些事情吧 更何况有些可能学校并不是最理想的同学 他们可能就也是要稳住啊 对不对 嗯好 那谢谢大家的分享啊 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小伙伴 他们可能整天就会听别人说 哎数据分析 这好那好的对吧 怎么挣钱 怎么有前景 但其实可能有些人对于这个行业 这个这个概念还是非常的模糊的 只是听别人人云云云嘛 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就是 数据科学他到底是个什么 这是平时你们的工作内容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能说的就说不能说的 其实不需要你们不用说 或者是说这个工作需要用到哪些技能 或者是需要哪些技能 Jasmine你先说吧 嗯好的 我现在做的是product analyst 实际上BHA这个工作有很多不同的flavor 一会儿可以细说一下 但是我现在的product analyst的工作 大概有50%的时间 在做data storytelling 就比如说 我们公司卖了多少产品 你用数据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然后有多少产品没有卖 然后哪个地方可以提高 然后剩下的40%吧 是抓取数据 数据并不是说直接就 拿手一开手就能拿到的 而是你需要从很多不同的数据库 然后去把这个数据连接起来 然后要做一些处理 因为数据并不是一开始就非常的干净 而有很多杂音 有很多不好的数据 要把这些数据给消除掉 所以40%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剩下的10%就是很杂碎的事情了 比如说今天有一个bug 那就秀一下 或者是其他的有一个OKR 或者是有一个演讲 就非常杂碎的小事情 所以现在就是更加 我的工作重心是数据的storytelling 然后里面的一些形式呢 就是做一些数据的报表 做一些dashboard 或者是做一些presentation 然后做出来之后 一是分享给观众 然后观众可以自己去看 二是在会议过程中 在每一周的例会 或者是每个月一次 和大老板谈话的机会的时候 就把这个数据主动的展示 给听众来看 然后给他解释一下 这个报表是什么意思 然后下一个报表是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我做的product analyst 就是这个样子 但我之前也做过 两种不同的东西 其中一种叫做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t 就是更多的在于数据的抓取 这个过程 我现在的数据抓取是40% 当时在做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t的时候 数据的抓取 大概是80%的工作内容 就是很多时候都是用Seql 连接各种各样的数据库 然后把它们放到一起 然后做一些关于数据的massage 然后剩下20%是miscellaneous 一些杂事 然后我也做过data scientist 这就正好相反 这时候80%是一些数据的建模 数据分析 或者是关于数据的展示 一些storytelling 数据讲故事 然后剩下的20% 可能是一些数据的抓取 还有一些杂事 所以从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t 到product analyst 到data scientist 工作的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比重是非常不一样的 了解 这个就相当于是 这个是属于这个行业 这个岗位不同的track吗 还是说它的名字 还是就是已经代表 它的一个侧重点 一般来说 名字就代表侧重点 因为现在数据行业 已经发展了将近十年 所以一般来讲 就是这几个名字 因为大厂都叫这几个名字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 不统一的名称 尤其是小公司 它可能叫的名字 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还是就要看 具体的job description 但是你说的对 这确实是几个track 可能每一个公司track 分的细致的程度不一样 谷歌非常大 所以分的就非常的细 可能小公司 就要自己一个人 戴很多顶帽子 但是这个spectrum是有的 了解了解 好的 那露露这边呢 对 就是其实一句话 可以概括数据分析 到底是一个什么 就是说 把大量的数据集 变成一个商业决策的 一个过程 然后大概分几点吧 然后就是比如说 product operation 就是预测去set 一个product的go 就是这就涉及到建模什么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exploratory analysis 就比如说 在现有的基础上去研究 发现一些insights 比如说做一些at-all analysis 就是一些各种team的request 就是所谓的杂事吧 然后或者说一个 有一个product 一个产品 然后你去分析 它的一些用户行为也好 或者说 它这个performance也好 就是做 对它做一些exploratory analysis 然后第三块就是 你把这个做出的analysis 这些insights 数据跳出的一些result 去present给一些leadership 然后去 去那个叫什么 make impact 让他们去告诉他们 这个结果能给商业 带来什么样子的impact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 工作当中会做一些 跟engineer 一点点engineer有关 就是data infrastructure 比如说就是 你做出的这个结果 然后你把这个数据 抓取的这个data pipeline 更优化一点 更automate一点 就涉及到一些etl的一些工作 然后就是具体内容的话 因为我在就不同的industry 有干过各种数据分析的工作 比如说一些transportation的 你就会去研究 什么样子的人会从这个点到那个点去 就是一些transportation的一些数据 或者说一些travel time 或者speed的 然后或者说我之前也在游戏当 游戏公司工作过 然后他那些就是研究用户的一些行为 他玩这个游戏的一些engagement 或者说他买这个 他发生一些消费行为 或者说他有没有第二天还在玩 就是这些customer life cycle 就是研究了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我现在做的呢 就是研究那个 那个forfillment center 就是那些仓库里面 大家就是去下单 然后那个包裹在仓库里面 要进行打包分类什么 然后有机器人去完成 然后就研究这个机器人的一些性能什么的 然后这是就是不同的内容嘛 但是我之前说的那几块 我觉得就像杰斯米说的一样 这是百分比 如果你是做business intelligence一点的 你可能就是对于presentation 就是present你的insights会占比多一点 那如果你是data science track多一点的话 你可能就是涉及到建模啊 predictive的一些更多一点 然后然后就是涉及到的技能 可能就是一些要统计的知识啊 然后一些基本的语言要掌握 就是scripting language 什么SQL Python之类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有点就是你的product sense的能力 因为就是不同industry 你接触的产品不一样 然后你要有这个上 business的这个敏锐力 去发现你这个数据 能带来什么样的meaningful的insights 嗯 那你刚才提到那个business insight 或者是一些对于产品的一些敏锐度 商业的一些敏锐度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实践出来的吗 还是说大家可以从哪些地方 可以去加强自己这部分 因为可能有些人 他们在以前的那个行业中 从来没有碰到过 比如说比如说教育好了 老师可能从来就没有碰到过 这方面的东西 嗯有什么可以就是让 让他们培养这种感觉的吗 哦这个东西肯定是over time 会会build up 就是就是就是在industry里面 就是干久了可能会build up 然后但是像有些行业 你可以就是多去网上看看 相关的知识 然后那个相关的blog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加强的 嗯OK 但是或者说是去跟相关做的人 去多了解多沟通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渠道 嗯就跟更多的insider去聊 是吧 嗯对 OK Jasmine Jasmine刚才说什么 我同意 小乐说的很对 是多coffee chat 和industry的人聊 然后还有我经常给 呃刚毕业同学推荐的一本书 是crackingpminterview 我一会放在chat里面 就是这个商业敏锐度 和product management的商业敏锐度 还是有一点相像 有一点可以借鉴的地方 而且在product management 这个领域里面 大家已经写了很多书了 有很多写的非常好的书 所以可以从里面读一下 在数据分析这个领域 写的好的书 现在并不是很多 所以我很推荐这本 这本crackingpminterview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 consulting的case study 就是consulting它实际上 需要很多的商业敏锐度 而且Jasmine能从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他后来有很多都跳槽到 Google来当BA 或者是跳槽到亚马 这些大工 因为实际上这个skill 是非常transferable的 就是你也会这个skill 就其实是BA的skill 所以大家去看一下 consulting公司的case study interviews 从这个里面也可以学到一点 但是最终还是啦 就是你工作的时候 会一点一点的build up起来 你学的一些theoretical的东西 和工作里面实践的东西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有一点总比也没有好 所以去看一下这些书 就像Jasmine说的那个consulting的 那个当时我也看过 叫Casing Point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多数人都知道 然后关于就是AB testing AB testing有关的书 我就是有一本也非常推荐 叫Trustworthy Online Control Experiment 然后这个我觉得讲的也特别好 也有很多那个mindset 就是可以学习的 了解 那刚才两位介绍了很多 就是工作上的不同的 怎么说不同的岗位名称 然后工作内容 以及需要一些技能 那从一些比如说soft skew的角度 你们觉得对于就是做数据分析 无论是从做product analyst 还是BI还是DS还是怎么样 从这个角度有什么特别需要去 就让人家有一个heads up 知道我需要有什么样子的性格 或者说什么样子的soft skill 我才会更加comfortable的 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 这个岗位里面 我觉得communication是written和oral的 communication非常重要 因为那个最终怎么样 把大量数据得出来的insights 去落地 然后去让那个product owner去幸福 然后去make decision 我觉得就是你的communication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就是比如说写报告呀 报告里面包括就是你的文字去描述 然后以及你的一些graph去support 像用table去build up那个reporting 那些charts什么的帮助你去更好的 present你的result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说这个其实跟纯马农的那种干技术的 还不太一样是不是 有更多的可能有时候也会 除了individual work以外 还会有一些teamwork 包括一些communication presentation 对吧 还有一些visualization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对反正我的工作 其实现在百分之五十也是 就是各种presentation 然后要meeting 然后跟各种pm 然后software 还有我也去打交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part of我的工作 嗯 对 对 很加密集 嗯 对 打交道确实是工作很大的一个方面 因为做BA实际上有很多interface 就是既要和engineer打交道 又要和pm打交道 然后又要和一些 比如说marketing啊operation啊 其实交接的面非常的广泛 所以沟通能力非常的重要 而且表达能力也非常的重要 其实表达能力不只是说 可能口才很好 这个很明显表达能力就会很好 但如果口才不好呢 其实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就如果口才一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做报表啊 或者是你写一个报告啊 就是用很creative的方式 嗯 最重要的目的不就是把数据给说出来 然后帮助商业做决策嘛 所以就是一个呃表达的能力 呃创意表达的能力 还有沟通 对 而且就是因为呃 那个audience可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人 像pm 他们可能并不太知道你这个数据 如果你讲的非常的细的话 可能并不知道什么一些statistic的东西 所以你可能不需要去呃 去讲的很细你怎么做的 但是他们可能更在意你这个 能带来什么样的business的impact的结果 然后关于像比如说souffer的那些人 他们可能更在意说这个呃 data tracking的东西 然后反正就是不同的audience 你会需要有不同的那个 比较沟通的语言 对 是 要用他们自己的language 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内容 以及他们就是在意什么东西 嗯嗯嗯 对他们value你的哪一 part ok 是是的 啊 非常感谢嘉宾关于这个什么是数据科学的分享 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对这个领域 其实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那么接下来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其实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想知道的 就如果我已经确定了 嗯我想转行 我想转这一行 但是目前我已经比如说我已经在某一个行业工作了 而且好多年了 或者说我是马上就要毕业的new grad 所以说我们在这些这些同学 这些小伙伴们在学校上课的机会啊 或者是资源是很有限的嘛 所以对于这类小伙伴你们有什么觉得就是 他们应该如何准备数据分析港的一些招聘呀 面试呀之类的这些 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们吗 分享给他们 你们whoever ready 那我可以先抛正言语一下 就是我想到首先你要决定 这个是不是适合你 因为数据现在确实很火 所以我也遇到过一些情况 就是因为它很火 所以有一些人想转行数据 但是如果不是很适合你 其实做的也挺痛苦的 因为也有一些数据分析这个行业的downside 最后有时间也可以讲到 所以首先你要和这个行业里面的人coffee chat一下 然后聊一聊他们的工作 或者说是你看一下这方面的case study 然后看一看是不是把自己读的热血沸腾的 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然后上课都是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也非常的开心 所以这个是第零步 就是如果没有这步的话 我觉得后面的都是败车 所以剩下的第一步就是 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工作 如果有一些数据分析的机会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比如说突然间有一个会议 大家不知道怎么做决策 然后正好有一些数据 你就可以做一些非常简单的数据分析 可以是在excel里面做一下 非常非常简单的运算 然后把后面把图给做好 然后给同事展示出来 就是这些很小非常小的机会要抓住 然后在已有的公司中 这样的事情做多了 然后积累多了 大家自动会觉得你是组里面的数据guru 然后也会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会想到你 然后你就渐渐的变成了组里面的数据guru 那你可能会在这个组里面 创造出来一个数据分析岗位 然后你自己就直接转成这个岗位了 所以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公司 比如说科技公司 实际上这个岗位的设定都是很自由的 你和你的领导谈一下 或者你可能跟大老板谈一下 就是有这个需求 设定这个岗位还是比较自由的 所以在你的你所做的这个工作 如果你能把它转成一个数据分析的岗位 或者你做工作的50% 转成数据分析的内容 那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工作 没有什么数据分析的机会 或者是你现在这个工作不是非常的灵活 虽然说你做了很多数据分析的事情 但并没有一个机会把你的title 转成其他的台统 你也并没有在所在的组 创建出一个这么数据分析职位的机会 那你还是要做一些 如果有小机会的话还是要做 然后这个做的过程中 是为你之后的简历积累 也是为你的面试积累 然后在这个之外呢 学一些数据分析的课程 比如说bootcamp 或者是读另一个master 但是从投入和产出笔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还是选bootcamp 或者是online的free courses比较好 然后这样你既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又通过这个项目 做一些hands on projects 然后写到你的简历里面 然后不断的投简历 像露露说的一样 投的比较广泛一点 你可以投一些交叉岗位的简历 和你现在的岗位稍微有一点沾边 但又是数据分析 又和数据分析稍微有一点沾边 然后这样你的第一个工作 可能就50%的数据分析 然后你积攒下来一些工作 就再跳进一个100%数据分析 我就是这样跳的 现在50%然后再100% 所以就是一步一步的来 总结一下 大家说比较冗长了 就是第零步就是你也 一定要决定自己想要 非常喜欢数据分析这个行业 然后第一步呢 就是在已有的工作过程中 找到这样的机会 然后尽量在已有的工 现在这个岗位 转成一个数据分析师 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去外面找一些bootcamp 或者是online classes 然后投简历 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吧 我觉得看自己喜不喜欢 首先你就是跟数据打交道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有耐心 比如说一个简单的 很杂乱的数据集 放在Excel里面 你会不会觉得有耐心 去把它clean一下 做一些简单的manipulation 因为很多时候在数据过程 就是在清理过程中 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 然后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first step 你看就是你对这些 处理大量数据和杂乱的数据 感不感兴趣 然后如果感兴趣的话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在学校的话呢 就是学一些统计相关的课程 是非常非常对你有帮助的 因为在数据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一些什么model啊 或者一些experiment patient 都是基于一些统计假设 统计的一些知识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 在学校里面 然后如果说出来了的话 我觉得可以去上一些网课 或者说在一些网站上去 比如说一亩三分地 我会去看一些有些人的经验 说总结一些资料啊什么 然后再去搜一下网上的一些课 去了解 然后关于学习语言的话 我觉得也有一些网站是你可以去 比如说就是啊 Leader Code 然后去练练CQ 然后从简单的到难的 然后去着手啊 Hands on 那个就是CQ的一些技能 然后这样子你一来而去 就对这个行业有一点点上手了 然后慢慢的你就能摸索出来新的东西 看自己喜不喜欢 那你们刚才有就是刚才都有提到说 要慢慢的就循序渐进的 无论是刚才Jasmine说的 是从50%到100%的工作内容 还是露露说的慢慢的学习 看你自己是否对处理数据 Clean这个Data是否有耐心 那有些人可能他如果是完全就是 一张跟数据零相关的白纸的话 那你们觉得从怎么说 从时间经历各方面性价比 投入产出比来讲的话 哪些是更重要的 比如说我去读个Master 我去上Bootcamp 还是说我去就上网课就够了 就哪个是最重要的 最让人家对方HR会value你的 这个经历的东西呢 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 投简历HR看中的是你的经验 就是经验可以是你的实习全职 或者是没有的话 就是学校的项目 或者你在哪里做的一些 Research项目什么的 就是这些经历 一定要跟你投的那个简历 投的job description是match的 所以我觉得 你的学术背景 可能比没有你的经历更重要 但是就是你可能有一个degree 相关的degree会更让你有时间去充实你的一些经历 就是这个degree虽然好 因为它有时间 但是如果对于 比如说我已经有一个硕士了 我可能再去读个硕士 在各方面都不允许 那最好的可能还是就是上网课 然后做项目 对对对对 OK那Jasmine这边有什么要补充呢 我挺同意的 而且再读一个学位 我觉得投入挺大的 不管是金钱还是时间的投入 实际上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学位了 HR在看你的简历的过程中 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智商应该没有问题 而且也非常的高 所以在education方面你已经pass了 所以他HR看的是exactly是经验 是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而且也是看你有没有 data这方面的passion 所以再读一个master的话 是可以说明你有passion 也可以说明你有经验 如果你做了项目的话 但是这些实际上 如果你去做一个book看的话 是其实更能说明的 因为对对对 然后如果说你已经工作了 是一个不同的industry的话 而且你已经读了那个不相关的硕士 我觉得大科就是完全没有必要 再去重新上学 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你现在有的公司里面 去寻找一些机会 跟data有关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你在内部公司转行 或者转那个job是相对容易一点的 而且我现在觉得就是 各个行业都会涉及到数据有关的东西 比如说我之前有个朋友 他是做counting的 就是听起来跟数据没有太相关 但是他经常会有些request的 就是去让data的一些人 去给他们po一些data 去拿到一些insights 但是经常那边的组很慢 然后他就有一天就觉得说 自己可以去学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seql去简单的去抓取一些数据 然后慢慢的他好像对这个行业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后自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从这一步着手是在 在现有的公司当中去发现一些机会 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好的 因为在现有公司 我觉得应该像一些大公司或者小公司 其实有些resource是可以帮助你去学习去了解的 那就是说比如说这些人 大家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比如简历 刚开始的简历 还有一些未来的面试 你们对这个数据方面的这个面试啊 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到大家吗 或者说你们自己曾经的 有没有就是面试当中比较印象深刻 或者说非常有感悟想法的一个什么经历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心态就是要好 那有什么就是技巧型的 比如说有什么要注意的 或者说有什么肯定不能做的 或者是肯定要突出的 比如说在简历里面 我们重点是突出项目 对吧 那突出项目的 比如说我是整个流程 还是说我突出项目中 我做了哪些事情 或者说我用了哪些 比如说哪些语言还是怎么样 就哪些方面会更加能够让你在 就是HR的手中stand out 那就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简历怎么样 在HR的手中stand out 然后第二个就是面试的小技巧 先说一下简历 我一般给的建议就是 简历中一定要突出你所做的项目 就是你相关的经验 和这个你要申请的job越相关越好 比如说你要申请的job是tech company 那你做的实习如果也是tech company 就非常的match 如果你的job是一个consumer product user facing 那如果你的实习也是consumer product user facing 那非常好 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要relevant experience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要把你的结果给说出来 有一个start就是problem solution 具体的每一个字母是什么意思都不极致了 但是这个意思是有一个问题 然后你去提出一个solution去解决 解决之后的result是什么 所以很多人的简历发给我 让我给他建议 然后都没有这个result这一步 都是我做了什么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最后做成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结果你要写出来 而且尽量要数据的形式写出来 比如说你做了这个研究 这个AB testing或者这个modeling 那最后帮助公司的利润提升了10% 或者是checkout rate提升了15% 这类的结果 把这个quanify出来 这就是第二步 这是简历里面我要给的两个建议 然后继续面试 我先让那个小鹿说吧 然后面试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关于简历方面 我挺同意Jasmine说的那个star 就是你要有就是讲一个故事 你要就是从就是situation 然后action 然后再是你做了什么 然后最后result是什么 然后更升华一点 如果你就是有impact 比如说给公司带来什么什么 或者说你的 或者说你做出来的成果 present出来给make了什么recommendation之类的 就这个东西要不要清楚 然后再again就是回到那个 你要投的工作的JD上面 上面会要求 比如说你要有这个statistic的analysis 然后有那个SQL或者Tableau啊 这种就是Python这种scripting language 所以我觉得在每一条里面 你要去highlight你用的是什么语言 然后去做了一件什么事 是突出你statistical的一个analysis 然后最后因为数据涉及到就是你把这个insights 去present deliver那个recommendation 然后这一块要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就是三块吧 然后都要涉及到 然后这样才能match到你最终投的那个简历 我觉得有了这个match HR 我应该就会很容易去prefer你这一份简历 嗯 那那个面试 面试 嗯 嗯 嗯 啊好 面试我啊 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就是我刚进google的时候 做的还不太是dataanalysis 做的大概是一半的program management 然后一半在excel里面做 嗯 做一些很简单的加减乘除啊 什么计算一下 就是也不是什么dataanalysis 所以我有一天就和一个google的data scientist的coffee chat 然后他把这个过程说的非常的清楚 然后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嗯 后来跟一百个人说过 就是第一个他要考的就是你的SQL的能力 可以是SQL也可以是R 可以是python 就是你一个编程的能力 然后第二个就是case study 一个虚拟的case 比如说刚才小龙说到的那个case in point的书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 或者是我刚才提到的cracking PM interview 就是给你一个虚拟的case 比如说我今年要launch一个产品 那你说一下launch这个产品的kpi是什么 或者说是我要做一个用户 我想我想把用户的年度给增大 那你给我提出一个solution怎么样增大 对这些很大的问题 然后首先他提的提一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他会一步一步非常详细的考你 所以你对这些东西要 嗯 嗯 这些case要非常的熟悉 然后第三点就是你过去做过的项目 过去做过的数据分析项目 所以这也是刚才说为什么你一定要有relevant experience 就是面试中他会问到 他会问很多很多你过去做的experience 然后你就需要把自己过去做的experience想一遍 然后把思路给捋清 然后你想问题是什么 你提出的solution是什么 然后最后解决之后结果是什么 如果你再做一遍的话 哪一个部分可以做的不一样 嗯 所以你把过去的这些项目挑出来一些比较典型的 比较重点的 然后他问的时候呢 可能会问很多问题 然后也可能是在很多轮的面试过程中 有前面的一些面试官 他会记录notes 然后已经说过这个项目了 然后后面的面试官可能就看到 他就会问那你的项目 所以做最好有多个项目的experience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编程的能力 还有case study 还有你过去的项目 好的好的 非常非常详细非常好 对了我看那个chat里面有小伙伴 经常就是一直在问到说大家 就是嘉宾们是否有课程啊 bookcamp之类的一些推荐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就具体的一些推荐 可以给小伙伴安利一下的 或者你们自己以前做过的 对参与过的 就是关于语言方面的 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自己多去训练 然后有一些网站比如说叫那个leadcode说过 然后还有一个叫 我就忘记了 我找一下 就是这种语言的话 可以就是在一些网站上 比如说SQL就比较简单去上手 然后在这种网站上面 多然后找一些题去练习一下 然后这些题都比较practical 因为它会涉及到就是具体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employment那个department下面 怎么去拿到什么样的数据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比较好的 然后关于统计的话 就我个人就是统计方面的知识 是我以前在上学的时候会上统计课 然后有那种课本 但是现在如果没有课本 我觉得就是一些基础的统计知识 比如说hypothesis testing 这种confidence interval 这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知识点 如果你觉得你不会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网上 就是你Google一下 去了解一下这个concept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很就是就够了 然后关于像AB test AB test里面其实也设计了一些统计的知识 然后就我刚刚说的那个 AB test的书 我待会打一下 我觉得那个是蛮有用的 JB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没有 我在给大家了一些书的名字 还有视频的连接 好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好那大家还有 别的什么问题吗 我们现在就是Q&A环节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打尽量的打在chat里面 这样子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后在此之前 我也想我就是说 其实是我经常会碰到有 就是说我是帮别人问了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对于转行吗 因为有大转和小转对吧 就是有些就是如果你是完全不相关的行业转 那肯定是大转了 就对于比如说像是本来是人文社科类的 像传媒啊之类的这种小伙伴 你们觉得他们转数据会不会就非常的难 甚至是基本上没什么戏了呢 还是说其实其实还是OK的 其实是有希望的 很文很文的 人文社科类的那种历史啊传媒啊就之类的 我觉得看自己感不感兴趣吧 因为如果你感兴趣你就会想去往这方面发展 然后去做些尝试 然后并不是说觉得这个难 或者听别人说觉得难就放弃了 我觉得还是遵循内内内心的想法 如果想去尝试就开始去上些课 或者是啊看书或者是去练习一下 学习一下这个语言 嗯所以对他们这种背景来说 其实也是OK的 并不是说就完全没有习 没有希望壁垒很高那种是吧 对对 其实我做BA的同事学什么都有 有的学历史 有的学的是social science 还有学political science 所以真的是学什么的都有 而且因为现在BA很火嘛 所以就是真的有各个行业的人都准来学BA 然后我很同意小路说的 就是如果你非常喜欢的话 你肯定会figure out a way to become a BA 而且其实我觉得文科非常非常文的学生 也有他自己的优势 比如说在BA这个领域需要非常多的soft skill 需要很多communication skill 还有一些storytelling skill 这些文科学生其实都非常的擅长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文科的学生一般数学也挺好的 因为高考的时候就文科数学比较重要嘛 就是数学和那些的文科的东西 所以BA里面比较technical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数学了 其实中国人都脑子都很聪明 小学时候学的数学就都挺难的 所以你要相信自己就是脑子是够用的 然后知识也是够用的 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领域的话 真的可以转过来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案例 也学social science 学文科的都转成功了 所以你也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感觉一副强心剂啊 那对这边有小伙伴问到说 你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压力的来源在哪呢 在工作中是不是遇到过什么困难和压力 我觉得有的时候吧 你先说你先说你先说 data有一点虚 把data讲出来 就是明明说数据说明 方案A比方案B好 但是根据这个组织的culture 这个组织的文化 到底是不是一个对数据 看的地位非常重的一个文化 如果是文化非常好 非常的data driven的话 那你做出来结果有人看 然后有人用你的数据来做决策 但是有的时候 公司就真的不是这个文化 你给他做出来一个数据之后 他还是该怎么决策就怎么决策 这个时候比较fresh 那谷歌会有这样子的一个moment吗 非常fresh 就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谷歌肯定是 谷歌总体来说 大老板们就是那些VP 还是希望大家用数据来说话 用数据来做决策 然后也用数据做决策的比例 也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会有这种情况 我分享一下就是工作当中压力的主要来源 就是在你不管是做一个experiment的也好 分析也好 你都会有一个 就是假设你会觉得这个数据结果应该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预期 但是当你最终结果 就是看到的不是跟你之前的假设match 你又会觉得到底是出什么问题了 然后这个是比较stressful 你要去figure out 可能是要跟各种人打交道 首先去make sure你这个data是accurate的 就是是对的 那如果是对的 那就要去understand你这个result 到底是怎么 为什么跟之前预期不一样 然后就是要去找一下figure out 是出了什么问题 还是说是他实际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去把这个result 去furter break down 到底是哪一块是有这个跟你expectation 不match的结果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比较stressful 但是有时非常challenge的那个过程 然后也是一直在学习去develop这个product的mindset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其实是一个自我debug的过程 我听下来感觉 对 好的好的 感谢分享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伙伴 他问的好具体 他说自己本科学的是business 想转data 然后是产品方向的 现在有一个硕士的offer 但是不确定怎样选择会更好 就是说是直接读研究生 是推荐先把这个硕士读完 还是说直接找contract的工作 再慢慢的跳data 我之前的背景也是business本科 然后我硕士也是各大的一个data项目 然后因为我当时就是 就是我觉得应该还是需要有个degree 来support我的这个background 因为contractor的话 除非你这个contractor 比如说大公司 就是你觉得你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但是我当时没有这个机会 我就觉得有一个degree 更能充实一下自己的背景 因为我是转专业 我可能更需要学习一下 data相关统计相关的一些知识 然后可以给我更多的时间 去找我想要的工作 因为当时在硕士的期间 就会有时间和机会去找一个summer internship 因为internship只能是上学的时候嘛 然后有了这个敲门转 就可以去找到一个更好的全职工作 就是还是看权和你现在有的这个contractor 如果没有找没有找到的话 我觉得硕士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不想gaff的话 让自己slow down 有更加系统的学习的机会 也会把知识打得更加扎实 对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offer也挺好的 是Columbia的硕士 Columbia一是好学校 二是你的同学可能也会有一些 已经工作过的人 可能会给你一些推荐 所以你这个门槛还挺高的 如果你的工作offer还挺好的话 那可以权衡一下 但是卡挺高的 就是说讲不定等个一两年以后 你的就不是contractor了 就可能就是正式的正式员工 正式offer会更好一些 我的意思就是权衡一下你的两个选择 一个是做合同工 然后慢慢跳 就是直接工作 然后另一个就是去Columbia读硕士 我觉得另一个这个 如果你有时间还有可以投资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投资 因为 我觉得在 一直在学校的过程中 在学校的时间是最快乐的时间 而是 在学校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梳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然后你可以好好的去 研究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个工作 然后也可以认识更多的人 这个很好的机会 嗯嗯 了解 了解 好 那下面还有一个小伙伴问说 BA这个career pass是什么样子 就我现在知道的就是 先是BA 然后在BA里面有几个机 比如说BA1 BA2 BA3 然后最后如果你想当BA manager的话 可以当BA manager 管一个BA的团队 但是因为BA这个行业比较新 所以做的特别高的人 其实比较少 可能做的特别高 他就做的不是BA的一个职位了 他可能是做一个 more like a 对 program management呀 或者是product management 所以 长远的发展 有一点点不明确 这个当赛的是有的 嗯 就但是无非就是大方向有两个 一个是technical港 tech港 另外一个就是management港 对吧 就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大方向 但现在目前因为这行业可能比较新 可能管理港会更加多一些 因为大家也不知道那个technical会到哪一步 哪一个程度 或者说作者作者觉得希望往更tech的一点方向发展 就是BA就是偏DS往那边转也是make sense的 嗯 ok 好 最后还有个问题 其实也是我这边我也有一点想问 这个同学就是说 他哦他是个博士 物理物理博士 想去美国找DS 就是大家 那我其实我也想问一下 就是在美国找DS 或者BA相关的工作 就是找工作这方面有什么 比较好的推荐或者是渠道吗 听起来就是没没没有一个existent的就是工作 嗯那如果是毕业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 Leverage所有的resource 比如说身边的朋友 或者啊linkedin 就是各种渠道能投简历的我觉得就可以去投一下 嗯 就就没有一个就是一个方一个方向一个目的 就是你把你所有身边的资源都利用起来 包括你如果还在学校的话 学校的career service workshop全部利用起来 什么 对对我当时就是这样子 ok 对 而且如果你是物理专业的博士的话 有没有考虑过做CS 因为有一些美国的大厂 比如说Facebook 他直接在国内教国内的毕业生 所以如果你学CS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方面 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 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我本科在国内读的工程管理 然后在美国读了一个研究生 还是工程管理 这样我就实现了第一个跨越 就是学校的跨越 是天津大学vsStanford 当然Stanford的研究里面更impressive 这是第一步的跨越 然后有了这步的跨越 我再从ZEW Engineering 跨越到Data Science 就是一步一步来 你当时不用copy我的做法 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be creative 嗯 be creative 然后还有就是动用你身边所有能动用的资源 对吧 对 然后想一下自己现在有的有什么技能 是可以transfer to你想找的DS工作 比如说一些统计知识分析啊什么的 看一下自己现有的经历或者做的东西项目 有没有能用上的 嗯 嗯 嗯 这个同学也有 嗯 对 阿东又说 嗯 国内的教育背景 不知道是否需要去美国读一个DS Master 就可以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容易了 就是第一步的跳跃是DS的Master 然后DS Master 啊你在学的过程中你会认识很多人 你会学到很多啊课程 然后你会计算很多这方面的项目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跳板 嗯 然后Master的话会呃有那个实习的机会 我觉得从实习开始做起 然后对找全职找一个好的全职是很有帮助的 嗯 嗯 这这点我其实也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我也有碰到 就是说其实在国内已经有 比如说博士上这么就最高学历这样子 但是其实为了转行或者说因为个人或者家庭 原因想去国外或者在国外找工作的情况 也会有人去呃选择再去转行读一个Master 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各方面的条件时间都允许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Master 有一些限定的国外的资源对你未来找工作 无论是哪个行业 其实相对都会比你直接冷不丁的直接去冲会相对容易一些 但前提一定是自己各方面条件都允许 毕竟这个时间成本还是很高的 嗯 嗯 下面好像有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Tech firm会的data职位会看中学历吗 是否一定要一个研究生学历还是说本科的level和新资待遇都差不多都已经差不多了 嗯就是本科加上工作一年工作经验和研究生 Fresh grad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我觉得好像作为data来说研究生还是工资会跟本科不一样 除非本科有叫那个相关的经验工作经验 嗯 就是呃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单纯的本科毕业去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有竞争优势 但是如果你是本科毕业家一定的data相关的经历工作经历最好 这样子其实是跟研究生基本上是很compensate 嗯对 嗯 了解 哦下面一个是问Jasmine的 嗯 人问题是我在Standford Sea Engineering之后又读了一个什么样的degree 啊我是读了一些CS和statistics的课程 但我并没有拿到这个degree 我也没有投入这个时间去拿这个degree 只是学了几门课程而已 斯坦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选一些其他专业的课 嗯 所以这也出了一个point就是有没有degree其实并不重要 就是你有这个知识有这些方面的经历更重要 对 嗯 对 就其实这个又回到了咱们刚才说的学历和你的bookcamp这边的经历啊和你的技能 这哪个怎么权衡怎么balance 会更加重要一些 嗯 下面一个addon说关于DS的master有什么好的项目可以推荐 嗯 我有一个同学在 嗯 嗯 忘了解销 在明尼苏达大学读的是啊data science的一个degree好像就一年半 嗯 并不是说这个项目排第一啊什么更好啊什么就是我认识人所以我身边有这样的例子他从这个项目出来他的同学也都特别好 嗯 然后我给他推荐的工作他也一下就拿到了当然是先拿到合同然后再转正的啊 然后他也有Facebook也有Facebook又有Amazon 嗯 嗯 嗯 我可以推荐一下明尼苏达的这个项目 但是其他的项目可能也好的 而且有的时间比较短可能一年就读完的项目也有 嗯嗯嗯是呃这个我我我倒有有点我可以大概说一下就是DS的master 比较有名的或者说ranking 比较好的首先是一些理工科呃背景一些什么什么tech university这种就肯定是特别好而且是专业认可度行业认可度都很高 然后另外的话蛮有名的各方面综合都很好的是比如说哥大的DS NYU 的DS 其实是呃怎么说呢在业界也是认可度非常高的像我有个学生他是在哥大的DS master 毕业的 然后他现在就在那个instagram 的纽约office 上班就是这个DS专业不过他们还就是怎么说录起还蛮严格的而且还是不仅要面试还要要做题啊考试之类的就是不单单的申请申请就可以进的那种项目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背景比较好的话我还蛮建议蛮推荐这两所学校的DS的嗯 然后选master 的 degree 我觉得看重的是呃他那个实习的机会 嗯以及就是看一下他那个上的课程具体是什么看是不是适合自己 嗯 所以说还是看你的经历和你能做的项目这样子对你的就是呃未来的找工作会方便很多是吧 嗯 好的然后下面有一个小伙伴问 jasmine 的视频说你在和不同族裔的同事 coffee chat 的时候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 我是呃当时是没有在家工作当时都是在office 里面工作 然后我呃公司里面有一个calendar是open的你可以看到其他的人的calendar也可以send an invitation 就是发送一些邀请我当时就非常主动的发送邀请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发送邀请 但是在邀请里面我有custom message 就是说这个人比如说叫 adam 说 hi adam um i'm interested in data science career or i'm interested in getting a full time job 我就非常的直白的说非常虔诚非常直白大家看然后非常直白非常passionate 呃其实大多数人也都是愿意帮你帮忙的然后在coffee chat 里面呢你就呃多聆听听他讲他自己的经验 然后听他讲他的组里面有没有一些这方面的机会啊啊然后可能前呃呃10个前50个coffee chat 都可能没有结果 但是不要太功利就是多了解然后多聆听然后最后呃给我给我职位的一个人是stanford的校友 嗯他正好在找人然后我也正好在找工作最近很巧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巧合什么时候会发生那就不断地尝试不断地拆 去和人copy chat 然后虔诚一点 然后要坚持自己的passion 这个你说的这个 我倒是也蛮有感触的 因为我在毕业以后 找工作的时候 也是头两三个月 就各种发邮件 给各个大学 但是其实都碰壁 要么他们就是没有head count 要么就说已经招完了 或者怎么样 因为大学那个 毕竟那个坑是很少的 然后我是先给一个 教授发了邮件 然后他说 我可以把你的材料先留着 但是什么时候有空位 我不知道 但是就很神奇的是 大概过了三四个月 他正好说 他们那边临时缺人 然后我正好可以顶上 就是这个东西吧 也是你不知道这个幸运 什么时候会降临在你身上 但是你知道 就是keep doing it 会比较会很 我觉得会让会比较好一些 对我觉得这个心态 其实挺重要的 因为不可能 所有人都有空去回邮件 然后就是要stray to the point 就是开门键上说 你希望从他那得到什么 就是比如说 你想了解一下他那个职位 或者你想找工作什么的 然后聊天的时候 一定要去准备好问题 而且去看一下 他linkedin的背景是什么 通过他现在有的背景 结合你想要的问题去 就是都prepare好 这样子会比较有效率一点 其实我觉得美国的network 还是找工作上面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非常非常有帮助 对 好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今天 今天的节目 就先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也感谢我们的嘉宾的 亲情分享 非常感谢 如果大家后期还有什么 这方面的疑问 想咨询嘉宾的话 也欢迎在我们的观众微信群里面 at小助手 或者联系我们 直挂云帆节目组的负责人 当然如果大家 自己想来参与到这个 直挂云帆节目组的大家庭 做志愿者的话呢 也是非常非常欢迎的 好吗 那我们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 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的 大家参与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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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